谢谢啊 韩主任 成功 这谁干的 谁把它弄成这个样子的 这 有没有人啊 这还有没有人管啊 来个人哪 保安 保安 这谁干的 这出来 别叫了 你这种事就算有人看见 那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我还就不信没天理了 跟谁讲道理去 是你不讲道理在先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你自己看你把车停哪儿了 这是停车的地儿吗 肯定是人家看不过眼 所以就来干这事了 那我每天来的时候 下面都已经没有车位了 我不停这儿停哪儿啊 谁让你每天都知道 你是大小姐 所有人都还要每天给你 扣一个车位让你停 胡叔 你到底是帮谁啊你啊 我当然是帮你啊 我不想你自投罗网 到时候人家再把你劈头盖脸 臭骂一顿 算了算了 不用你管 行了吧你想 大小姐 你说你在公司里 让我们头疼你就算了 怎么着 你想让一栋楼的人 都为你头疼了 别人头不头疼 关你什么事啊 再说了 我们俩不是已经职交了吗 你办办管管你什么事啊 怎么说你也是我同事吧 遇到这事我还是得管管吧 我告诉你你可别去找管理处那帮人啊 那帮人可不好忍 对社长看着他都让他们 不就是几个破鸡蛋吗 多大点事啊 我帮你擦 不用你大小姐动手行不行 我们还是不是好朋友啊 谁说不是朋友了 谁说不是朋友了 那我们还像以前一样 一起吃饭 一起喝咖啡 一起玩尖道 我问你话呢 想的美 想要跟以前一样也可以 那你不能把我微博的内容 发给韩一家 我就是想让你做回你自己 我不想再看到你每天纠缠 在那些小事里面了 不然的话我就这么开着上路啊 我要是出了车祸的话 全都怪你 我说你们这些脑残粉 就这么对你们偶像的 讲不讲道理啊 不讲 自己擦 阿姨 能不能麻烦你 帮我擦一下那个车 一会儿他给你五十块钱 好 谢谢啊 你好 请问您找谁 我不找人 我是来谈业务的 你们接广告吗 我又打广告 这姑娘 这姑娘 这姑娘是被甩得干什么 你外甥恨了呢 也可能啊 你看啊 也可能是被伤透了心 昭告天下 也表示她的决心呗 看吧 豪门可不容易假 分分钟 被人扫地出门了 话说秋时节夜 可是上世期 这场座吧 对啊 对啊 我花钱打的广告 把离婚收听的老底 全造成了 不过没事 我不是找着工作了吗 借完块钱买个态度 值了 嫂子 其实啊 你甭操心我和东洋的事了 我们俩之间缘分已尽 真的 我倒得上班了啊 我不跟你说了 林飞 你被人暗算了 这手机上 还有外边那公交站盘上 全是说 你该要跟邱冬阳脱离关系 还把邱冬阳说得特别难听 你不就是说 那句幅广告吗 那本公司自己花钱找人做的 有什么好带你小怪的 不是 你为什么呀 你不是想看我的尊严吗 现在你看见了 这武侠这二丫头 还真对得起她这名字 这太二了 真是狗儿了 太不像话 太离谱了 这简直是胡闹嘛 你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她来这出干吗 是不是你之前跟她没有断干净 没有啊 妈 她这就闹着玩吧 闹着玩 有这么闹着玩的吗 竞争对手现在拿着这个事情 大做文章 我们公司就要上市了 她这么一闹影响有多大 上不了市 她陪得了吗 我去找她 喂 喂 喂 妈 你别激动 这个事我来处理心情 她是不是毒舌呀 我们车家上辈子欠她什么了 都离了婚了她还这样 好了 妈 你就别生气了 我跟她好好谈 谈 谈什么谈呀 我要找律师 我要告她 你瘦了 最近还好吗 有事吗 没事我不跟路人先聊 你之前在公交站做广告那事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那是我自己的事 有必要跟你商量吗 什么叫你自己的事 那咱们当初离婚那时候 不都说好了吧 咱们那是假的 这么做让我非常被动 你知道吗 有什么事让你不被动 交新女朋友 还是你妈发朋友圈秀恩爱 什 什么新女朋友啊 你怎么从来 就不肯听别人解释呢 有什么好解释的 刚一离婚 你把坏坏草草草 都弄到你身边来了 有什么好解释的 吴丽菲 就因为你一个猜测 你就不去影响我的名声 甚至我的事业是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知道吗 就因为你那个广告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各种猜测 加上我们竞争对手的推波助来 直接影响了我们公司的上市进程 我没有想到会这样 现在这个事情闹得很严重 我妈非常生气 她还说她要起诉你 对不起 冬阳 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种后果 还不都是因为你吗 要不是因为你洗洗眼就 你说一趟做一趟 我至于受刺激吗 我至于这样吗 那你至少应该弄清楚结果之后 你才去行动对不对 那叶丹宁只不过是来我公司 上个班而已 你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 大惊小怪 她叶丹宁只要一出现 在我这儿就是一级战备 你知不知道啊 我颜子弹都快投过去了 你怪我大惊小怪 原来我有这么大的威力啊 你别喝了你干嘛呀 咋场的呀 我咋场的怎么了 叶丹宁我跟你说 你今天要不给我继续喝 乖乖地从一分四滚出去 我要是喝了 就能留下来吗 你喝 喝 行了 行了 好 我跟你说啊 来今儿起 你就是我亲妹妹 好 在依文思 真的 你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报我大名 好 可是 就你欺负我 你还要赶我走 我居然赶我的妻妹妹走 我混蛋 打托我自己 打托我自己 打托哪儿啊 我告诉你姐姐 从今以后呢 我们俩 今世前邪 今世前邪 begins前邪 前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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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追吧 走 走 我们俩接着喝 这边 宫斗花 准备 韩主任 你给我那个《爱情甜度有你刚好》 那个样稿我已经看过了 要不这样 我看你手上的项目挺多的 怕你忙不过来 这个作者干脆由我来跟 怎么样 没事的 韩主任 我最近其实也不是那么忙 而且我跟这个作者也比较熟嘛 这个小说确实写得挺好的 文笔啊 叙事角度啊 字里行间流露出那种 甜淡温暖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 你别想太多 我没有抢你的资源 这个作者还是算你的项目 我只是想跟他聊一下 在你的决心范围之内 无法承诺的条件 这样我们就有更大的把握 赶紧把它签下来了 免得让人家给抢走 韩主任啊 你放心啊 这个作者呢 已经被我完全地拿下了 而且主要是 这个作者只肯单线跟我联系 如果我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的话 到时候弄得人家不高兴 这就不好了吧 而且 以我跟这个作者的这个交情啊 他要是敢把他的作品 欠给别人的话 我就打爆他的头 那要不这样 你刚才给他打个电话 把他约出来 咱们在一块儿吃个饭 当面聊聊也行 这个恐怕真的不行啊 因为这个作家呢 你知道这个有才华的人啊 都有点怪癖 社交恐惧症 你知道吧 你别看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啊 但是跟人交往起来呢 情商白痴 你知道吗 怎么那么多毛病啊 是啊 那行吧 我什么跟进啊 你随时跟我汇报 好 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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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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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威威你就收手吧 那个韩一家一天给我发几十条词信 变着花样打听怎么搞定我 我快扛不住了 那不就是一本书吗 哪出不是出啊 你要实在想让我出也行 咱们换另外一家出版社 你别玩了 快给你玩就死了 我怎么是在玩你啊 我是在帮你 真是狗咬吕洞宾啊 不是 你在哪儿呢 我这边正好约了一个出版社的主编 出来谈谈你出书的事情呢 要不你也一起过来吧 人家出的价钱可比咱们设立高啊 你可以啊 你真以为我二啊 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得抓住了 行 按地地方吧 那就在你们家附近的那个咖啡厅吧 怎么样 可以啊 一会儿见啊 拜拜 好 拜拜 吴前辈 就你一个人 你不是说还有出版社的人吗 那个人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没事 我都跟他聊好了 真的啊 干吗 你不会是怀疑我故意找这么一个借口 骗你出来见我吧 我至于吗 我 别乱想啊 我不就是没见到领导有点小遗憾吗 你放心 这件事情你可以全权交给我来负责的 你就专心地写你的书就好了 对了 人家问你呢 你这书什么时候才能结尾啊 还有一个月左右吧 你真打算让韩一家破空 那要看他表现了 等我跟这边的出版社谈好一个价钱 然后再去跟韩一家抬抬价 不错嘛 还挺有商业头脑的 再商言商嘛 价高者得 没什么不对吧 对对对 都对 只是啊 我想这事儿到时候让韩一家知道了 没你好果子吃 你放心 我保证韩一家这辈子都不会知道的 你那个饭碗啊 不会丢的 对了 有事儿着呢 你看看这个 这个是人家出版社给你的这个小说 写的一个屏幕报告 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地方写得挺有道理的 我们要不要按照人家这个方向 我稍微做一点修改 好 来 来 你看看 我看一眼啊 好 去 这不是五大神吗 这儿也不行 怎么能加这儿呢 这儿也不行 你看看 是吗 我看到五大神了 你知道吗 那我也不知道啊 原本已经开始走流程了 谁知道客户又突然后悔了 谁知道客户又突然后悔了 别提了 我这个月的业绩我都已经惨到不想说了 你行吧 见面再说吧 拜拜 好吧 嗯 哎呀 哎呀 忙呢 哎呀 这家里人都说呀 让我向你学习 说你轻劳刻苦 除了工作呢 就是家庭 哎呀 但是我觉得这个女人有时候太顾家 不是什么好事 你想说什么 不想说什么 这不没事吗 跟你来聊天交交信 我们两个之间有什么可交信的 是没有什么可交信的 那但是我得为了我儿子 了解一下今后替我照顾他的女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江丽 我知道 你一直在吃我的醋 你也暂时为了以后别人在比较咱俩的时候呢 能够高看你一眼 你就断断续续忍受了很多女人 根本就没法忍的事情 但你何必呢 你这样多累呀 我跟你说 作为前妻我 我从来没有吃我的醋 你不用排斥我 这不是自信的表现 我在你面前还没自信呢 真的 我跟你说 你在我面前 你百分之一百的自信好了 我已经失败了 武功现在是你老公 不过这话说回来了 你还不能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我是出局了呀 那还有别的女人呀 你还要天天防备着那些别的 对武功有好感的女人 然后最后始终精神高度紧张地 度过这一生 你到底想说什么 不想说什么呀 不想说什么呀 从小区门锁拐 往前两百米咖啡厅自己看看 我说你这是怎么这么宁呢 这家人物怎么了这里 我觉得挺好的 又不影响你主要的故事发展 很搞笑啊 我的小说写出来不是搞笑的 我这是真实情感的流露 我不想去迎合任何人 为什么不能改 我这儿写得挺好的 我求你了 改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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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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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桐 下班了 你怎么来了 是啊 下班了 脚都快站住了 也不像某些人啊 还有闲情易志 算是弹琴我而已 还有我是来跟你哥聊这个初书的事情的 哥 你怎么答应我的 你误会了 回家我再跟你解释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这么明摆着的事吗 不是 你可能真的是误会了 我们刚才真的是在聊这个 出事的事 你真是怎么这样的 这儿离我们家的距离就二百米 你知道吗 你能不能为我们全家人考虑一下啊 凌费 说什么呢你 我说什么你不清楚吗 你是我哥 更是姜黎的丈夫 不是 我回家再跟你解释 原来你们仨都在这儿啊 姜黎姐 我来这儿是找五前妹聊出事的事情 因为这儿离家里比较近嘛 所以我们就约在这儿 既然都到了家门口 为什么不去家里聊呢 不用了 其实我们聊得差不多了 还有几分钟就 就结束了 不是 要不然 你等我一会儿呗 我们一块儿回去 好吧 喝点什么 不要了 我认识你 我 我 我们认识吗 你在新华酒店跟相亲男 我们挥洒谈吐 我印象深刻呀 忘了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相思网的首席主席 我姓林 我们想筹建一个 以九零后为主这么一个团队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你是想 让我到您那相亲网站那里 当媒婆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 这是我的名片 你要是 不好意思 我不感兴趣 你现在不用着急答复我 你要是有什么想法了 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等你电话 看什么看 想笑就都笑出来 笑你干嘛 挺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试试看啊 试什么呀 试着给人当媒婆啊 别开玩笑了 我自个儿都没架上去呢 还能把人家架上去 总比你站柜台强吧 对呀 你看你现在工作多累 一天要站八个小时 吃饭也不准点 我告诉你啊 女孩子站时间长了 腿会变粗的 对呀 林飞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你知道吗 现在好多明星 就是这么走在路上 被心探发现的 就问你什么事啊 再说了明星和媒婆 能是一回事吗 行了 你就别挑了 你看看我 今天一个合同 都已经开始走流程了 结果呢 甲方反悔了 说不干就不干了 对我来说 只有人家挑我 没有我挑人家的份 所以你有个机会 就好好珍惜吧 什么客户啊 这么牛 范清国际 范清国际啊 害我认识啊 那是我干爹的一个供应商 我去求我干爹 没问题 不行不行 这个不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我们是好朋友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不行 这个真的不行 你放心 我帮你搞定 葳葳也是一拼好心 要不然 你就让她试试吧 谢谢啊 什么表情啊这是 你看你们俩都是九零后 你看看人家多懂事 你看看你 有个工作还挑三紧四 我怎么了 我凭自己本着吃饭呀 你怎么突然赶到了 甭搭理他 他就这脾气 没事儿 怎么说我还比他大量做吧 我才奔想会被其较呢 那就好 真懂事儿 你怎么突然赶到了 给他 谢有灵心 你怎么突然赶到了 是叶小青 他让我来抓奸的 是他 我才不会上当呢 他爸爸的咱俩不好 而且我跟葳葳那么熟了 你就算是有情况 也该不能跟他怎么地吧 我媳妇就是聪明 人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对不对 话是这么说 可就怕有那种啊 宁可搞得家破人亡 也要把窝边的草 砍一口的懒兔子 说什么呢你啊 不是那种没有智慧的兔子吗 不过说真的 我让葳葳找他的干爹 给我帮忙 你不会怪我吧 怪你 你笑什么 我没有笑 我只是哭 难受 一想啊 那葳葳为了成全我们 牺牲了他 他还得找他干爹去 我一想到 你凶我 心疼啦 我 我怎么会心疼呢 你放心吧 我 这只有智魂的兔子 就一个缺别 胆小 不敢吃我跟别人草 那边 过去看一眼 丁丁 到旁边玩去 我把工作拿啊 我得去给嘉宜拿拖鞋啦 谁教你的 妈妈说我得有眼力劲 谢谢丁丁 你没使唤孩子 我又不是没手 没事 小孩嘛 丁丁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见到姜阿姨也不打个招呼啊 我不想跟她打招呼 为什么呀 妈妈说 我得管姜阿姨叫妈妈 我不想管姜阿姨叫妈妈 不睡觉呢 好 不想骄傲就行别骄傲 以后再说好不好 丁丁 奶奶买了新鲜的脾气 消热给你吃 快去吃吧 记得洗手啊 把那豆点洗了就行 看奶奶 记性不好 你帮奶奶拿个大碗过来 好 丁丁 丁丁 没事吧 怎么了 事了没有 没事了吗 没事 阿姨不好 阿姨没有把碗拿稳 你不哭了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把孩子给弄哭了 丁丁 过来 怎么回事啊 不小心摔一个碗 有没有摔着拿 掉一个碗就掉一个碗 把孩子弄哭干什么呀 说 到底怎么回事 妈妈家一亲我 丁丁 不许胡说 说什么呢 孩子能胡说吗 我跟我知道 你们家因为没钱 多少年来都觉得 在她面前低人意的 始终对她捧着护着 我就奇了怪了 你不要脸 儿子还要脸呢 骗心眼也不能骗在 搁着窝里啊 闭嘴巴里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丁丁 你自己拿进去吃 我来 我来 不是你歇着吧 我来烦 我自己烦 我来 我来 你 对 对 我来 你 对 对 对 来 平白无故的你又爱心叹气干吗 丢钱了 呸呸呸 我不压嘴啊 我活了五十多岁了 我什么都丢过就没丢过钱 没丢钱你叹什么气啊 我是愁丁丁 丁丁怎么了 岳小青又出小鹅了 不是 我是说丁丁不喜欢姜黎 我跟着着急呗 这点我倒是看出来了 你说孩子小不懂事 我担心时间长了 这姜黎啊心里有疙瘩 姜黎啊是个民事里的人 她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的 你别太担心了 你越拿她当个事她就越是个事了 她在民事里她也是个女人呀 本来接纳丁丁就不容易 孩子还排斥她 你说换个谁这心里能舒服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我得想个办法 想什么办法 对 对 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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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阳 妈 阿姨 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吃中饭啊 丹尼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谢谢阿姨 我今天还得加班呢 这么优秀的员工还得加班 作为股东啊 我第一个要把这个总经理给炒了 真的谢谢阿姨 您二位去吃吧 我这工作一定得今天完成呢 好 那我就不勉强了 你去工作吧 好 阿姨再见 走吧 妈 走 妈 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我今天高兴 想吃点好的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你刚谈了一笔大单子 那不应该高兴啊 妈 你平时不是不关心公司的事吗 怎么今天那么伤心 我是替你高兴 找了一个这么得理的助手 叶丹宁啊 她确实挺厉害的 这个单子啊 多亏了她 咱们去吃吃料吧 行啊 没问题 走 走 等急了吧 没有 饿了吧 不饿 你还会富裕呢 赶紧点 赶紧点 你想吃什么 我吃过了 你点你的吧 你是谁啊 叶丹宁 你看你 我跟我妈吃的 你说你那天 不是刚跟叶丹宁撑姐妹来着吗 俩着那个搂的一顿哭啊 那叫几个感人 我都快哭了 你不是还说什么 在易文思 谁要是敢欺负她 就报你名字吗 结果你看你今天紧张的 这女人还真是善变啊 人家不是喝多了呢 我说你呀 真不用紧张 现在人家叶丹宁跟学校那会儿 完全是变了一个人 每天除了跟我谈论工作当事 别的一句话都不太多说的 就今天吧 我要来给我倒个咖啡都磨蹭了半天 别每天紧张兮兮的 一会儿人家要跟你抢老公 那谁让我老公有魅力呢 这倒是试识吧 没办法这 给你个杆 你还真顺着晚上爬啊 不过 以后咖啡自己倒 好好好 服务员 点餐 喂喂 过来过来过来 你看 他怎么这样啊 手一头 手一头 太过分了吧 嗯 喂喂 韩主任 吴晓良那个作者 你联系得怎么样了 联系着呢 他是不是不爱回应见啊 要不你把他电话给我 我亲自给他打电话 跟他沟通一下 韩主任 人家作者都说了 不喜欢跟陌生人联系 何况人家要专心写作呀 哪有空管这些事情啊 韩主任 您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您可以联系我 我可以帮你转答呀 我这不是想 亲自跟他个人沟通一下吗 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作者本人的意愿更重要 您觉得呢 韩主任 对不起了 怎么这事这么难啊 作为一名青年作者 看着自己的作品 被好几个出版社主任抢来抢去 这种感觉真是太有存在感了 你倒是看热闹得不嫌事的啊 好得 王维维小姐怕事闹太大了 对不对 那行 那我跟韩逸家主任把事情挑明了 就说这本书不出了 他别找你不就得了吗 你敢 我觉得吧 这书也要出 钱也要赚 但是又是给他出呢 那得看我高兴不高兴 这件事情 现在已经不关你的事了 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我真是越想越气 怎么会有他这样的人呢 说一套做一套 还领导 你配 太小了 不成熟 懂不懂领导艺术 这就是领导艺术 我就是不成熟 怎么了 不成熟 好啊 单纯 我喜欢 再试变我就来 湯 四 你好 你前两天卖给我的粉底 我用一次就过敏了 怎么办 你说吧 对不起 这个顾客 您的肌肤是不是特别敏感的那种 可能我们的产品不适合您 这样 我给您做个登记 然后您给我们出具一份医院整个证明 我立刻承报给公司 然后跟你讨论赔偿的问题 好吧 我的脸都成这样了 你还在这里唧唧歪歪 跟我说你对东西 别吵那些没用 赔一千 就现在 是 是 是啊 但是这个理赔 它不是需要一个过程吗 而且咱们也得给公司一个证据 是不是 证据 我的脸不是证据 我找这么多红症 你看不见啊 谁 你到底是瞎呀 还是赏啊 是我看见了 可是负责理赔的人他没有看见呀 所以您可能还是要出去一份医院的诊断证明 那我说你这个白痴 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说话呀 赔一千 现在就给我 要现金 听见没有 这顾客 这件事我说了不算 而且咱说话得不客气点 咱们不再骂人的 好吧 我就骂你怎么呢 我都撵都成这样了 你还让我去找证据 你说你不是白痴你是什么呀 我看你不仅是白痴 你而且还是个神经病 我再说一遍啊 咱们说话客气点 好吗 咱们 神经病 白痴 贱人 你今天要是不赔钱给我 我就骂死你肉冲凉了 你才神经病呢 你到底是来理赔的 还是来找茬的 你看你自己那样 你就算不过敏 你亲生一招灰容脸 吴灵飞 怎么跟客人说话呢 你是主管是吧 你们的营业员简直太无法无天了 我的脸都成这样了 他居然出眼侮辱顾客 我要他道歉 是他先骂的我 赶紧跟客人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啊 我不道歉 是他先出言不逊的 你还顶嘴是吧 赶紧道歉听见没有 我不道歉 我是来上班的 我还来受气的呀 好 你不道歉是吧 那我只能让你们公司的男人来处理了 那我只能让你们公司男人来处理了